大家好,又回到我們妄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又我來自澳洲的真必師,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郭文文又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妄向正向浪費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抗疫情經濟反網報 今節我們就說說 有個國家好像很大劑 是什麼國家呢? 就是印度 想不到印度的夥伴 歐盟 他們現在 就可能 出台一些措施制裁自己夥伴 現在他們是 越來越多敢利用經濟實力 想改變其他國家的政策 記得嗎? 之前歐洲國家不是說 中國經常拿自己的 經濟實力拿來做武器 其實 如果按照你這個邏輯的話,你們都是拿 自己的經濟實力拿來做武器 去叫人做什麼做什麼 歐盟什麼事呢? 原來歐盟呢 剛剛就提出了新規則 就是 是允許他們對 在和歐盟雙邊協議當中 違反 勞工權利和氣候變化條件的國家 實施制裁 而且是貿易制裁 和他們 簽了協議 都叫做 夥伴國 協議夥伴 大家一想就想起 印度不是很嚴重 勞工權利 大家知道印度 都是 不適當我們 認真執行 氣候變化 印度 亦是說 我現在是 發展中國的 氣候變化 顧不了那麼多 我們會做大遲些 歐盟的 貿易專員 東布羅夫 司機師 在接受 媒體訪問的時候就說 我們 希望通過加強貿易 和 可持續發展條款 的執行 這個條款就叫TSD 就將可持續發展 是放在我們貿易政策的核心 為什麼印度是被針對呢 我們有節節目都說過了 世界貿易組織 即是WTO 首次對於可持續發展和貿易 達成協議 限制對在 不受 管制的國際水域的船隻 和 過度 報撈 提供的補貼都限制 印度就說不行 這個不行的 並且 印度 對於很多東西都是阿滋阿蘇摩洛哥的 所以這次 想不到 我不知道印度是否被歐盟報復 但是 歐洲的報紙一說 第一個應該是印度很大劑 因為我們說過 他的勞工權利和 氣候變化政策 貌似是一般的 這位歐盟的貿易專員 東布羅夫司機師 他就說 經過21年的談判 這項漁業協議就標誌著一個真正的轉接點 在世界貿易問題上 可持續發展 已經從一個次問題 變成了最中心問題 這個是表明了國際社會 現在有更大的意願 來解決 環境問題 歐盟自從2009年 將TSD 即是 貿易及持續發展條款 加入了之後 有 不過很少使用 很少會逼他們的貿易夥伴或者叫盟友 改變他們的國策 不過 現在這位 東布羅夫司機師 他就說 我們現在將會在雙邊貿易協議當中 是概述關於可持續發展的章節的新方法 包括加強可持續發展承諾的執行和實現 以前有這條 我們用得不多 但是以後一定會大力這樣用 新的規則 將會在 後日 即是歐盟委員會 開會的時候正式批准 可能會贏得 成員國和歐洲議會的 廣泛接受 而歐洲議會必須批准新規則 現在 新的計劃 將會包括在新的貿易協議當中 更加嚴格地 執行 可持續發展的協議 以及 在這些國家違反核心條款的情況下 實施 關稅 等等的制裁 這些核心條款 一定要符合 國際勞工組織 和 和巴黎 協議 減派 減碳的標準 歐盟就發現 如果不解決合作夥伴 這些問題 因為他們相當地擔憂 一些勞工的 不好狀況 所以他就要求 各大合作夥伴 還有盟友 要滿足歐盟的需求 但是 要記住 滿足歐盟需求的同時 就是 要認真實行 這些 不破壞環境 和 保護勞工的政策 但是 27個國家是否都批 不知道 歐盟 已經是和 包括巴西和阿根廷在內的 南美 貿易集團 進行談判 他們有個 南方共同市場 就由 阿根廷 烏拉圭、巴拉圭和巴西一起 但是 幾個歐盟國家 是拒絕簽署的 為什麼呢 因為巴西 不肯簽署一份 保護亞馬遜 熱帶雨林的附加條件 當然 如果歐盟想達成 這些協議 就要 巴西 簽這個附加文件 因為 27個國家同意 有些國家不肯 所以他已經施壓 向巴西 巴西要加強可持續發展 但是 任何貿易協議的雙方都一定要 同意歐盟的條件 第一大的挑戰 可能就來自印度 印度是以強硬著稱 雙方 其實 已經談了十年 但是印度依然是不肯 依然是不肯 歐盟就說 你不肯的話我們也不肯 在上星期的世界 世貿組織 會議上 印度的商務部長是拒絕 削減他們國內水域的大部分 漁業的補貼 他亦都說 在過去幾十年裏 我們的工業 船隊 和海洋財富 就是被法達國家掠奪了 現在我們 暴漁有什麼問題 為何削我們的補貼 但是 世貿組織就說很多補貼 搞到是過份暴漁的 所以他現在 就需要這樣去沖 印度 當然 他現在就不肯 歐盟也和新西蘭 打算有個協議基本完成 當然新西蘭一向對於 勞工和 可持續發展比較堅定支持 歐盟也說 上個 星期在日內亞舉行的 世貿 組織 部長級會議 本來是個多邊主義 的會議 打算多邊主義是重回正軌 除了有一個國家 很明顯就指印度了 有一個國家 就希望 可以 完全豁免 疫苗的這個專利 亦都是那個國家 他限制了糧食出口 即是說印度小麥 那又不開名的 亦都有一個國家 就是 要繼續 拿更加多的漁業補貼 但是漁業補貼是令到 過度暴雨 現在全球 面臨 那麼多的嚴厲挑戰 更強大更好的 全球規則 比任何時候都重要 雖然那個國家 是我們的盟友 但是 他就說 必要時都要對這些國家採取制裁措施 不過這樣 印度的貿易力會不會很大呢 不知道 因為以前沒有試過搞得那麼僵 當然印度的媒體就說 你們牛盟 現在 利用 你們世界最大貿易商的實力 想改變那些發展中國 其實 今年早點的時候 歐盟 就提議對那些 驅逐難民的國家 是正受關稅的 印度其實之前亦都驅逐了一些 就是來自 大家記得 人家就說他猛加拉人那個是甚麼族 羅興雅 沒錯,印度也是驅逐了一些 其實也是針對印度 西方貌似現在對印度都很不妥 我覺得都是互相利用 有時候他們很硬,有時候很軟 但是歐盟利用貿易向全球輸出他們價值的做法 就令到 印度很不懼 就說 你們這樣做 根本 是阻止村構發展 另外 除了歐盟之外,剛才我們說的 那個國家就是巴西,巴西就不肯簽 亞馬遜熱帶雨林的 一個附件條件 巴西的 總統 一系 聲大大,一系就經常 是批評歐盟的 博爾索納羅 他就 叻叻歐盟 因為歐盟的 其中一個大佬是德國 他有一次在柏林就說 不要呀,叫我們呀 保護亞馬遜熱帶雨林 那麼厲害,你們自己德國去種樹 喂 你很無厘頭 你剛才說的那段話 無厘頭兼小學雞 他一向都是這樣的 而且很搞笑 亞馬遜熱帶雨林是人工種的嗎 撐你呀 你自己的地方叫人去做 對呀,真的很笑 其實印度是真的需要保護環境的 因為 印度現在國內又有極端天氣事件 他們 不止印度,還有孟加拉,洪水示弱 我們看到印度洪水示弱 歐美 就是熱浪逼人 所以其實歐盟這樣也是對的 要搞好一些環境 尤其是氣候變化 現在極端氣候是頻傳的 貴風風暴就示弱印度和孟加拉 亦都引發 一個超級大洪水氾濫 兩個國家計算 已經有59個人是離世的 幾百萬人就受困 歐美 就是錄得新的熱浪 危害的地方 當然有英國 西班牙 法國 西班牙和法國更加是錄得 新的氣溫紀錄 美國 部分的州份 氣溫也升到 38攝氏度以上 過去一個星期孟加拉大雨不斷 導致河流在幾個 中頭內 崩堤 其實已經是浸了東北部大片的村莊 多數的學校 就成為了這些 被護所 就要 收容這些受到洪水影響的村民 軍隊也是展開行動 撤離 受到影響的 居民 雖然孟加拉低瓦地區來說 洪水其實也不少見 但是專家就擔心 氣候變化導致洪水的 頻率就越來越高 嚴重程度 和不可預見性是升高的 幾百萬人的生命和財產就受到威脅 另外 除了洪水之外 風暴引來的這些雷電 居然 想不到我真的有人 被人 劈瓜 比類 是啊 21人不是少 嘩 其中三名是12到14歲的 貴風風暴 亦影響印度 因為印度和孟加拉似著 偏遠的 梅加拉瓦省 亦有大型泥石樓 還有山崩 真的有地裂 路都裂開了 山崩地裂 河水 就是泛南 伊末道路 其實一個星期以來已經有16人喪生 另外一個很出名的 阿薩姆省 阿薩姆紅茶 我手邊都有這個阿薩姆 不過是台灣的 阿薩姆省 就連續下了整個星期的大暴雨 超過260萬人 是面臨大洪水的威脅 其中18人 就是因為洪水或者 是這個泥石樓 搞到 生命是沒有了的 而且 氣象部門就說 大禦會持續 未來幾天 會進一步惡法 所以為什麼歐盟 他這麼 認真去搞 全球暖化問題呢 當然現在 因為澳湖戰爭 還有其他的原因 搞到 能源那麼貴 他們有用煤去發電 走回頭路 也沒有辦法 另外 地球的另一端 歐美當然是麻煩 雖然 僅僅是6月中旬 但法國和西班牙多的地方已經是40度 比去年同期 高了10度以上 所以 專家警告在氣候變化的情況下 熱浪的侵襲 是會比以前強 而且是早到 好像我們一樣 我們就動了 法國半數以上的省份 因為氣溫飆升 接二連三 是將 這個 最高境界 提醒市民 西南部地區 更加有機會突破40度以上 一些地區 已經 要求小孩子 留在家裏 很多 醫院是人滿為患的 還有你知道好像我們有些地方 從來沒有那麼熱的 很多人是沒有冷氣的 我現在 我有 忘記了 我住在這裏 我有 但是很多地方 好像英國 很多人是沒有冷氣的 暖氣就有 是啊 塔斯馬尼亞也是沒有冷氣的 暖氣就可能有 西班牙多個地方 在35度 部份地區是40度 好 所以 太光旱的天氣 在北部已經有200多名的村民被迫撤 中部的一個主題樂園還突然之間 是有烈焰 當然美國也很糟糕了 未來幾天 將會有32度以上的熱浪 部份周分38度 根據美國環境保護局的數據顯示近十年來美國人經歷熱浪的次數 是60年代的三倍 沒有辦法 這個世界我也經常說 我們對環境不好 環境就是懲罰我們 大戰就是懲罰我們 當然 印度 他們肯不肯做 我相信他們可能 瓦瓦瓦瓦瓦 你知道 印度現在的巴京power 也是有 不是開玩笑 因為你們打算叫印度頂住中國 有時候 其實 歐盟沒有那麼強烈要求要叫印度頂住中國 但美國就是 所以有時候 究竟印度會屈服 我覺得沒有那麼容易 我覺得沒有那麼容易 現在 歐盟和印度鬧翻了也是沒有好處的 因為印度也生產了很多東西 最後就說 你們 聽我們說吧沒事的 還有印度其實最近的事情也挺多 想不到 印度的疫情 是出現了大反彈 很久沒聽過印度有疫情 可能他們又不報了 印度衛生部門 剛剛就發佈了數據 印度在過去24個小時 新冠的確診數有12784個個案 離世人數就是18人 在過去24小時 陽性率是4.32% 這個 原來 是 130日以來單日陽性率最高 首次是超過4% 當然新冠 在印度的足跡當然是厲害了 他們 的人數 你記住 他們中的人數 是令到你是害怕的 因為 有一 大湖節的時候已經是麻煩的 印度人數 目前來說 是 4330 9473個個案 因為你知道它有14億人口 14億人口 離世的人數 就是 524,873人 總共是這麼多人走了 但是 甚至連美國的專家都不相信這個數 他們覺得 這個數就是離世人數 起碼是6 甚至是10 而且 你想想 我不是說美國是 厲害點 但是 印度 離世人數比美國少 一本 你覺得可不可以 他那些統計 對他沒有什麼信心 我也是沒有信心 因為美國是過百萬的 當然很令人心酸 印度那些是沒有什麼信心 因為他們 有些人就這樣走了 你根本不知道 你根本不知道 多少人真的走 那麼 你說是不是4000多萬人是中了 這個數 其實西方專家是沒有人信的 是沒有人信的 50多萬人走了都是沒有人信的 你說 乘回6 他們說最少6到8倍 這個數字反而可信一點 就是我指 他們每個星期的 個案 比之前是升了60% 當然他們說 離世率也不是很高 但是你不要忘記 有滯後 你離世的人數和 那些個案數是有2到3個星期的滯後 你現在高的話2到3個星期之後 可能離世的人數就很高了 剛才他們也有一個數字 陽性率4點多 我們這裡 1點多已經非常嚴重了 你還4點多 是啊 是啊 所以還是要小心 好今次的節目時間到此 多謝各位再見 再見